妈妈被臭乞丐吐了一声 她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叫来所有头牌姑娘 任其挑选 谁能想到眼前这个拉里拉他的臭乞丐 竟然是天下第一门派 神剑山庄的少庄主谢小枫 他十岁便得到神剑传承 十年来未尝一拜 更是将谢家七十二路剑法 化为一百四十四度 剑法已炼入化境 神秘莫测 被天下人冠以剑神的称号 但父亲为了门派第一的敌人 不断命令三少爷帮其铲除异己 就连退饮江湖的人也不放过 即便三少爷一万个不愿饮 可在父亲一生生的逼迫下 终究还是一剑斩去对方头颅 妻女愤怒的上前想要复仇 也被护卫当场斩杀 屋内的孩子也持棍冲了出来 最终落得满门被杀的下场 如今虽然三少爷已名扬天下 却早已心如死灰 他不愿再牵扯江湖纷争 甚至不愿再持剑杀人 厌倦江湖杀戮的他 净化身臭乞丐 在小月楼日日买醉 这天妈妈带着管事找来 浑身都磨变了 再也没有半点油水 连忙叫醒他 你都欠了我五天的酒钱了 问他的名字 也说没名 妈妈当场给他娶了一个 叫阿吉 随后阿吉只能在小月楼干活抵战 姑娘们见阿吉好欺负 叫阿吉帮把尿盆给倒了 阿吉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接过尿盆 来到河边 一下泼了出去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倒尿的吗 回去还尿盆还遭一通嘲笑 叫他倒他就倒啊 真是个没用的阿吉呀 这天有客人吐了一地 阿吉蹲在一旁擦地 却把小花吓了一跳 原来他正在捡地上的金珠 这些金珠正是刚才客人掉下来 小花便想私吞 眼看被阿吉发现 便弹了一个给他 可阿吉居然不屑地还了回去 你傻呀 金珠都不要 看来阿吉脑子是真进水了 之后每天负责接送小花 为了掩人耳目 明流深是要求将女人藏进麻袋送来 然后再将其送出去 把衣服给我 当小月穿好衣服 看着窝囊的阿吉破口大骂 你也太没出息了吧 现在这个世界吧 等我供得最赚钱了 你应该去当个剑客 谁知阿吉一脸不屑 小花连忙就想使出美人机 你也想想试一下我的身体 我要你睡 你带我一看小月好不好 跟讲条件的一切干得来 小花只能再次趴在船头 盼望着一位英雄 趴着五彩祥女 来迎娶自己 这天小月刚服侍完两位客人 他们却想白嫖 小月上去阻拦 二人直接将她推倒在地 就连妈妈请的大手也被撩翻 此时阿吉站了出来 难道三少爷要出手了吗 只见两人摸出小刀 对着阿吉一阵突突 但阿吉眼睛都没眨一下 两人吓得连忙掏出银子 慌忙逃走 小月为了感谢阿吉 为她包扎伤口 看着眼前愿意为自己挨刀的男人 她似乎认定了这个男人 突然妈妈进来 打断了二人 大老板听说了阿吉的勇猛士忌 要收她为徒 可三少爷只想过正常人的日子 于是只能逃离 来到菩萨面前 开始疯狂磕头 铁牛健壮连忙上前阻拦 如果和你死都不会发现 那干脆帮我挑粪吧 另一边 误以为三少爷已死的艳势三 不远千里找到药山禅师 希望能够根治老吉 可由于棋子小过劳过损 导致气血败坏 时至今日全身经脉走散 即便是禅师也束手无策 从药山离开后 便十三用百两银子 买下路过车夫的酒和车 如今前对她说已是身外之物 临别之际 却从车夫口中得知 在苦海镇有一处世外桃源 自知十日无多的她 只身来到苦海镇 花费重金买下守牧人的住处 准备安度余生 而阿吉跟着铁牛回到村子 此处的村民虽生活贫苦 脸上却洋溢着淳朴的笑容 阿吉决心在此处安度余生 从铁牛母亲那里得知有一个女儿 在大户人家充当毙命 只为让一家人衣食无忧 阿吉听后若有所思 夜里两人熟睡时 阿吉却听见屋外有动静 扭头望去 竟发现是小月楼的月儿 背上血淋淋的伤痕 意味着月儿刚遭遇了非人折磨 为了不让铁牛两人寒心 只好装作无事发生 吃过午餐后 两人在屋外席地而坐 月儿虽是名烟花女子 可本性却善良质朴 如今赚足生活所需的银俩 月儿打算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一家人从此务农为生 可小月楼老板又岂会轻易放牢 于是派出手下的得力干将小红 前去将月儿带回 铁牛心中勃然大怒 可面对人多势众的混混 不懂武功的铁牛很快落入下方 危急时刻 阿吉快步抓住混混后 一把将其推开 见阿吉镇定自若 小红拿起利刃 缓步上前 走近后看清了阿吉的脸庞 小红脑中浮现出那记忆犹新的一腕 一代剑神之身 一人屠戮全组 而她的面容竟和眼前之人如出一褶 惊魂未定之时 燕十三却背着墓碑出现 眼见两大高手同时出现 小红顿时无比震惊 我叫你让路 我管闲事 小红等人健壮 抱头鼠窜 村民爆发雷鸣般掌声 感谢燕十三的仗义之举 由于燕十三从未见过三少爷 即便从身边经过时 也没有察觉 阿吉便是他苦苦追寻的对手 回到小月楼后 小红立即将三少爷在世的消息 报告给了大老板 而大老板乃是天尊手下的分度主 与此同时 铁牛母亲因受到惊吓躺在床上 阿吉愧疚地跪倒在地上 可穷人只能任人宰割 铁牛也深知这个道理 为了能有自保之力 铁牛带着众多村民找到燕十三 希望他能传授阿吉一招办事 燕十三文言 将绣剑交给阿吉 令其挥剑砍自己 可阿吉犹豫在三后 却将剑扔在地上 燕十三见状大失所望 果然是没用的 阿吉 没法教 你不叫阿吉武功 你就是不愿意帮我们这些穷人 去对付大老板那些恶人 滚 夜幕降临 燕十三孤身一人闯入小月楼 轻而易举打倒所有看守 客人见状四散逃离 燕十三以无可匹敌的姿态 一路杀入小月楼内阁 所过之处寸草不胜 大老板如临大敌 拿出宝刀硬队之鱼 意图用钱财劝退对方 燕十三文言邪魅一笑 不赚你的臭钱 你别欺人太伤了 好刀落在坏人手里 可惜 我是天尊分舵的舵徒 你要杀了我 就是与天尊为敌 天尊的走路 更该死 燕十三将大老板手中的刀统飞后 抓着他来到屋外 并当着全镇人的面 放下豪言 自己将会用余生来行下仗义 话音刚落 便一见结果了大老板 恶人已除 苦海镇居民敲锣打鼓欢庆 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燕十三也从自私自立 蜕变成世人心目中的英雄